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弟子应该要同共发心 而且要永不退心 佛教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联友 在家出家一起发心的 同共发心出自于地藏经 各位联友保持安静好吗 听经不可以讲话 听经讲话的话 你得不到听经的功德 若有问题你举手 工作人员会为你服务 不要用散乱心来听闻佛法 今天是第二天 我会讲最深最深佛的智慧 世俗地 圣意地 还有世俗地跟圣意地是不二的 所以你更应该把心静下来 好 请看幻灯片 同共发心 在家出家一起要发心 佛教利益众生不单单只有用佛法 最重要你自己要修持 你可以透过艺术 音乐 文化 种种的方式办佛学营 各方面帮助众生 但是这里我很想跟这位分享的 真正的佛法的心圣 是指佛教有人有证悟 佛在世时的时候并没有办禅期 也没有办佛期 也没有办夏令营 也没有办所谓的圆游会 可是佛法却非常的兴盛 我讲这个意思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做得不对 而是说我们现在修福修会 做了这么多 那请问我们应该要在什么地方 再更进一步的努力 应该在佛教修持的政务上去努力 有人或许会说 什么叫做佛法兴盛 就是这个寺庙的信徒 本来有一百个人变两百人 两百人变三百个人 三百变五百 五百变一千 一千变三千 会员越来越多 就一定兴盛吗 不一定 会员越多的时候 是非越多 党派越多 讲八卦的也就越多 那同样的 佛教在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文化 请问 难道佛教有很多的演唱会 或者有很多音乐会 或是很多研讨会 这样子佛法就兴盛了吗 当然要看你的发菩提心 假如你发菩提心的话 唱观世音菩萨的歌 你也可以读无量的众生 但是你若是没有清净心 没有发菩提心 是一种有名利的心 或染污的心的话 那你唱再美的观世音菩萨 那你也是世间的有漏福田而已 所以我希望佛教除了在 广大的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上 应该真正的努力的是什么呢 我们皈依三宝里面讲 自皈依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要有智慧 不是用唱的 就会有智慧 要有智慧 是要用重那个智慧的音 去读经 听经 研讨 深入精湛 也不代表说 好 现在我们读清净道论 或菩提道次第广论 或读某一个论点 把很漂亮的刻板全部做出来 这个叫做深入精湛 这个只是刚开始而已 你要把佛法的力量 转变到你的心 所以转你的念头 而生起觉悟的功德 这个才叫做佛法会兴盛 假如新加坡出了一个 菩萨摩合萨 出地欢喜地菩萨的话 它可以震动一百个世界 见一百尊佛 那个才叫做佛法 真正的兴盛 现在很多佛教徒做的 老实说 还是做的表面都多 虽然也念金刚经 无人像 我像 众生像 受者像 但是我很真诚地观察 我觉得还是呢 人像 我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四像都具足 很难的 所以 真正的要跟大家讲 什么要让佛法兴盛 第一个 要真正从轮回里当中 得到解脱 你成了佛 你不怕度不了众生的 好 接下来再看 万灯片 这是补充资料 所以 在各位的封面里面 请翻开封面 桑爷经社 最后一行 我鼓励我有缘的学生 作为菩萨 应该要永远要有学习 关怀跟奉献 你不要看这六个字 这六个字是我学二十年佛法的心得 在无量的大乘的菩萨道跟金刚乘里 发菩提心很重要 你常常要有学习的心 学习法器 学习共修 学习佛教的东西 学习非佛教的东西 你要有一颗菩提心 我今天为什么要来不断地学习 像我很真诚跟你勉励 我也不是一生下来就会做电脑的 我也是学的 第二要关怀众生 很多的联友很精进 但是在你家人的人呢 不太会关怀他 对不对 佛曾经说 供养父母的恩德 等同于供养佛的功德 所以真正的佛教徒 要从你的家人 同事 主管 联友 真正去关怀 最后你要常常想 我对这一生 对佛教 对众生 对这个正法 我到底贡献过什么 贡献不一定只是出钱 当然你出钱 顾持佛法 流通三宝的这个经论 当然是很好 但你要想一想 真正的贡献是什么 佛教徒的身口意义很清净 作为人家的榜样 这个才是最大的贡献 每当人家谈到佛教徒呢 都严守五戒十赛 对不对 人家就会赞叹佛教 贡献不一定要做很多很多 看得到的 你的身口意清净 这是最大的贡献 所以这为什么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 接下来翻回第十二页 接下来 那做菩萨道要有四个条件 请看十二页的最底下的小字 这是这一两年来 我勉励桑爷经社的committee member 做菩萨不是说光发愿就可以了 我发愿啊 我要度众生啊 度众生度众生 当然这个叫愿菩提心 很好 你从来没有发愿过说 我发愿要度一切的众生都成佛 这个是很好的 但是你发了愿 这样还不够 要去做 菩萨不是发了愿 坐在那边 他莲花就会生起来 功德就显现的 菩萨 释迦摩尼佛是经过三大阿僧奇节 无量阿僧奇节 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去种因的 有因才有好的缘 才有好的果 所以鼓励各位 菩萨道要有四个条件 第一个发愿 Great Vows 第二个要有责任 Responsibility 第三个要有佛教的叫 Dharma Duty 义务 第四个叫做Buddhist Benefit 功德 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 请问各位想一想 在佛教里面做义工 跟你做捷运礼MRT Suppo Way也有义工 请问两个功德一样吗 回答我 一样吗 赞承一样的请举手 你做地铁的义工 跟佛教的义工 一样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第二个你觉得 佛教的义工 功德比较大的请举手 第三个 你觉得呢 两个都没有差别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第四个你觉得 做世间比较有具体的 你觉得做地铁的义工 功德比佛教的义工大的 请举手 好 手放下 那请问没有举手的呢 你的手在哪里 好 很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听考这个留在 待会我会讲 世俗地 圣意地 跟超越世俗跟圣意的 简单的说 我可以告诉你 假如你发菩提心的话 做佛教的义工 跟地铁的功德 是一样大的 乃至于你发了一颗菩提心 买花来供佛 跟你拿一个碗的饭 去喂一个小狗 功德是一样大的 这在华言经写的 因为你看到一切众生 都有佛性 所以你发清静的菩提心 你以帮助众生 成佛的心 纵使在做义工 在地铁义工 他不一定是佛教徒 可能是基督教 天主教 你做的功德 还是一样是成佛的资粮的 但反过来说 假如你没有菩提心 虽然在佛门里面 从楼上忙到楼下 从里面忙到外面 很好 但是很抱歉 你这个不是功德 是福报 所以它牵涉在你的动机很重要 还有你的见地很重要 当然我们会鼓励 联友来做义工 在台湾很多的佛教道场 都应该发心做义工 为什么 第一个 我们有广大的愿心 为力众生愿成佛 所以我今天才来做义工 第二个 你做了义工 不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要有责任心 responsibility 比如你今天做点座 你该做的就做 今天是你插花 你就该插花 你不能插花 你应该跟其他的联友交换 不能说今天佛堂 初一十五轮到你插花 你说所有都是空性的啦 所以空空的啦 我就忘记了 不 那叫鱼吃 要忏悔 空不是用在这个时候 第三个叫dharma duty 就是有义务 义务 我们为什么会不疲不厌的 去利益众生 因为我们有菩萨界 发了心 受菩萨界 就要去做六度波罗蜜的功德 这是你的义务 简单的讲 义务呢 是把正法介绍给别人 这也是你的义务 你介绍给别人 别人接不接受 看他 比如说有一个听经的法会 是正法的法会 你告诉他三次 有些联友说 我会来我会来 三次以后他还是不来 那没有关系 你已经尽了你菩萨界的这个功德 告诉了他 来不来是他的缘 另外一个最后一个 Buddhist Benefit 为什么我们要修福修会 累积很多很多的功德呢 那是因为我们想成佛 成佛他要有很多无量的福报 在这里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在大制度论里面 有一天有一个瞎了眼的比丘 他突然知道衣服破了 结果他拿一个针 因为瞎了眼睛 他看不到 结果他想要穿针线 不小心一炸 哎呀插到这里的手 流血了 这时候他问说 上来比丘啊 谁能够来帮助我 缝这件衣服好吗 这时候所有的比丘 都装作没听到 这时候只有释迦摩尼佛 听耳通听到 结果佛陀就出现在他面前 说比丘来 我帮你穿这个衣服 他听得出佛陀的声音 他看不到 但是他是佛陀的弟子 他听到说 哎呀尊贵的释迦摩尼佛 你来了 你是万德庄严的佛陀啊 我怎么可以叫你帮我缝衣服呢 他说错了 我虽然成佛 可是我利益众生的怨心 是永远不停的 我虽然成佛 我要积聚无上的功德 是永远不疲不厌的 我虽然已经是佛了 但是我还是以悲心要帮助你 结果 佛陀真的就把那个针拿过来 帮他穿线 穿好以后 佛呢还帮他说 来你看看你的衣服可不可以 那一刹那他感动得掉眼泪 然后他对佛顶礼 佛陀呢 虽然因为他的业力的关系 眼睛瞎掉了 可是佛陀为他说 圣身的般若法门 他得到天眼通 所以他眼睛就可以放光而看到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他发愿身身世世跟释迦牟尼佛学佛 直到度尽一切的众生而成佛 所以从这里的故事里面可以让我们知道 不是说尊贵的佛陀就不用修了 他还是要修无有穷尽的怨心与功德的 因为无有穷尽的怨心与功德是没有条件的 我常说笑话 佛教的义工年终是没有发红利的 也不打烤鸡的 也不会呢把人家割除的 所以佛教基道的是无所求最大的功德 这个功德会生生世世跟着你 虽然看不到 但是像影子一样永远跟着你 那这个功德显现什么呢 就是你的相貌 所以没有一个人的相貌是一模一样的 纵使你是双胞胎 他们两个的个性也会不一样 小的时候看起来一样 长大以后呢还是会不一样的 两个人的心性不同 兴趣也会不同 所以我们要对佛法有信心 去累积无量的功德 好 接下来在介绍经文之前 我要鼓励大家有四个 我先把幻灯片打出来 在座新加坡的很多的联友 有些人是老参了 有人学佛也三四十年了 有人也对法华经并不陌生 很好 但是这个是我要鼓励你的 Four steps of your practice 就是你修行会有四个层次 第一个叫做知识与概念 比如说我今天会讲 什么叫世俗地 圣意地 什么叫苦空 无常 无我 这个对你来讲只是concept and all knowledge 你也知道无常啊 你也知道空啊 可是你的空呢是 山也空 水也空 地也空 他也空 他空 我不空 对不对 肚子饿了时候呢 还是觉得不太能空的 下个月没钱付房租的时候呢 你还是会生烦恼的 不是佛法没有用 而是你知道的空跟无常 只是知识与概念而已 比没有听到佛法的人来说 你很有善根了 可是这样子还不够 为什么 我们的心像大海的那个波浪一样 都在波动 我们像呢 河流的河流的流水一样 它在流动 所以你还是有很多烦恼的 你要透过把佛教讲的无常 苦 空 透过羞耻 把它慢慢转成为 第二类叫mental experience 心灵的经验 比如说人家骂你一句的时候 哎呀 以前会气三天 跟他顶嘴三天 甚至破口大骂 诅咒人家 像人家骂你的时候 哎呀 当下呢 我不生气了 这就恭喜你了 你真正把无常 转化为心理的经验 你不会太在意乌 人家怎么讲了 人家呢 讲你很好的时候 以前会得意忘形 华人呢 中国人讲 都爱阿朗波 对不对 就把他捧 捧上天 捧上天 捧得越高 摔得也会越重 所以真正第二个 就是心理的经验呢 是要你把你知道的佛法 在事物的境界当中来的时候 你得磨练自己 就像去年我在海印古市 讲六度波罗蜜 六度波罗蜜是真的要 人与人当中去相处修的 不然人家没有骂你 没有逆境来 你怎么知道自己忍辱好不好呢 没有境界来干扰 你怎么知道 你这个禅定功夫好不好呢 但是这个经验听好 有时候会很好 有时候会不好 英文讲 up down up down up down 有时候呢 这几天呢 你精神很好 睡得很饱 心情很愉快 人家跟你借钱 everything will be ok 没问题 都好商量 下个礼拜呢 熬夜了 皮肤上长痘痘了 然后呢 孩子来炒你了 先生来跟你抱怨 everything will be not ok 你就觉得什么都不顺利 看什么都不顺眼 平常吃的面呢 就是淡淡的 那一天你还嫌呢 太太呢 煮得不好 盐巴都不加 为了一个盐巴 可以炒一个晚上 结果炒完以后 你就会告诉你 奇怪 我今天火气怎么这么大 就是表示说 你完全被你的贪嗔吃给蒙蔽 你根本不知道 你的念头在哪里 你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心 所以这个经验呢 它是会有起起伏伏 也是会变好跟变坏的 但是呢 你有时候有忏悔心 知道自己错了 好 再念大悲咒 拜颤 念普贤 行愿品 过了一阵子呢 那以后 嘿 你又精进了 所以慢慢呢 这个持续的这个经验呢 会转成更强的 叫做正念与觉知 Strong mindfulness and continuous awareness 表示这个正念啊 跟觉知呢 是比较强的 尤其是哪时候强呢 是境界来的时候 你能控制自己 好 注意看这里 我再拿一朵花 今天我会用到很多次花 好 看这里 我举一 假如这个花 我现在放在水底 上面是水 湖水 对不对 那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 这样长的 好 现在以花做我们的念头 那这个呢 比喻我们的湖水的水面 好 圣桃沙有湖水吧 有没有lake 圣桃沙有湖吗 有哦 好 大家怎么突然这么专注 我问你都一点反应都没有 睡着了 你以为师傅要变什么把戏 不是 我是比喻给你看 好 假如我们这个称心 贪称痴就像花 现在这个是湖水的湖面 真正呢 贪称痴没有学佛的人 一发起脾气啊 他的能量就超出了这个水面 拨到别人 就好像你拿水管呀 拨到别人了 然后你说干嘛 你没看啊 你水拨到我了 他说又怎么样呢 就是这样 还认为自己对咯 那个就是烦恼很粗的人 接下来 有些是没有学佛的人会这样 有些学了佛的人还是会这样 烦恼很粗 最强的 接下来呢 假如你透过修情念佛以后 你还是会有烦恼 挺好 你还是有贪嗔痴 在水里面会这样 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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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呢 控制的不好 不落 他又跑出来了 有时候呢 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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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跑出来了 这个恭喜你 你看到自己有念头了 所以今天时间如果够的话 我会教大家怎么 先看自己的念头 这个念佛有关系 跟这个奖金也有关系 好 注意听 那假如功夫非常的深 你每天做早晚课 也受这个戒 戒定会 你功夫更深的时候呢 有时候是这样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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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出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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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 弹心又起来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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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说你念佛的功德 把你的念头啊 给转换了 这个念的贪嗔痴的念头 没有超出水面上 这时候你有很强的正念与觉知了 了解吗 可是呢 你还是有妄念 噗噗噗噗噗噗 有时候白天你修得很好 然后呢初一十五 十灾日六灾日你很好 结果呢 睡觉的时候 哎呀 我在梦中里杀了一个人啊 你看 表示平常 你说你认为你没有杀身 其实你的杀心很重 你在梦中的时候 只是呢 刚好呢 自主神心放松 你的念头跑出来了 那表示说 假如你现在遇到恶元来的话 你真的会拿一把刀伤害众生的 同样的 我们在欲界众生里面呢 帅哥美女都会相互吸引的 有时候看到美女 哎呀没有关系 可是呢梦中的时候 哎呀 就跟她去坐呢 云霄飞车或飞机出去玩了 那表示呢 你的贪心还是很重的 所以梦中 若会犯戒 还会造恶业的话 那表父你 任何修行的法门 功夫都还不够深 念佛的功夫也还不够 但是假如 你的正念与觉知 非常非常的强的时候 当烦恼起来的时候 或是境界来的时候 第一个你会观 它不是真实的 它是假的 然后你的心就不会动 这叫金刚经的 如如不动 听看 如如不动 是你的念头 不受影响 当然 行为的念头还会有 一定会有 除非你正到出果虚陀还 或出地 欢喜地菩萨 之前我们都是凡夫的话 一定会有 慢慢的到第四个阶段 你就会把 正念与觉知 请看幻灯片 转为你的觉悟 或开悟 叫enlightenment 觉悟也有大的开悟 小的开悟 跟中的开悟 举一个例子 在座很多老菩萨 我希望讲得浅显一点 不过也要鼓励大家 指观有很多好的用处 举一个故事给你听 我第一次听到指观的时候 印象中最深的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王老五 常常到庙里面送豆腐 供养这个寺庙 结果呢 每一次师父就跟他叫他 来来来 你来烧香拜佛 他拜完以后就走 叫他听经 他就绕跑 叫他禅修 跑得更快 有一天他就想奇怪 这些出家的师父 每天都坐在那边 干什么呢 有一天他突然问师父 师父你们在做什么 他说我们在禅修打坐 那师父我可以修吗 他说可以呀 好那你就进来咯 进来师父简单教他 注意呼吸啊 放松身心啊这样子 结果大家都在静坐 静坐他们古人静坐 大概起码一个小时 或两个小时 他坐一坐坐坐 坐到一半的时候呢 他突然大叫一声 哎呀 我想起来了 隔壁的那个王小花 欠我的豆腐钱 还没还我啊 师父谢谢你 我回家啦 就走了 这个故事虽然是 有一点笑话 告诉你心静如止水的时候 过去现在跟未来 你是会像镜子一样 显现的在你面前看得到的 但是我们凡夫的心是什么呢 常常呢就是up down up down 贪嗔痴慢疑 一大早起来 对一个念头叫上班 要工作 要家里 要小孩 要做这个 做那个 这个很烦 那个很累 所以我们的心永远像什么 瀑布一般 没有停过 但是假如你学习佛法到第二个阶段 或第三个阶段 常常有正念与觉知的时候 你的心念呢会像什么 流动的河水 有时候也会流得很快 有时候也会流得慢的一点 真正到开雾的时候 是像无波的大海 再切回幻灯片 所以这四个阶段里面 一二三啊 都还是会变的 只有到了第四个 开了雾以后 它就不会 雾当然我刚才讲 有大雾 小雾跟中雾 可是它雾的时候 它心永远只宁静的 不动的 不会变 就像呢 新加坡旁边的很多很多大海 大海天气来的时候 不好的时候 哇大海是很多很多的波浪的 那假如风平浪静的时候 有时候连风啊 都没有的时候 一点的动静都没有 真正开悟的人 它心静呢 像无波的大海 这个是我要说的 好接下来再看 请看今天的讲义 对请看讲义 第十三页 我讲快一点 十三页是讲参考的中音版本 中文本当然是由 纠魔罗舌大师翻译的28品 有些连友曾经问我 法花经有24品或26品 其实那些版本都不是很好 答案最好的是 纠魔罗舌大师是七佛的一经诗 这个是固定的版本 这是最圆满的版本 英文版本呢 我列了四五六七 其中第六本 Leo Harvard是最好的 在座有些连友 尤其年轻人 都看不太懂古汉文 没关系 这次讲义 我全部都有付了英文 而且我得到哥伦比亚的授权 所以我也付了很多钱 然后呢 允许公开印讲义 那在所有的讲义里面 英文版本最好的是 1976年 Leo Harvard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用华文 一个一个字翻过去的 所以才跟你们现在 所有寺庙念的 《庙法连华经》的 中文本跟英文本 才对得起来 所以这一次 我也只有选这个 当然它是1976年 大家知道 英文也有分 好的英文 中等的英文 跟一般的英文 所以在1993年 Burton Watson 在美国也重新翻了一本 这一本也不错 若你要推荐别的联友 外国朋友 你可以叫它看第六本 或第七本 但是若是你要对着中文 一个一个字对的话 应该是第六本是最好的 好 接下来再翻开第十四页 从十四页到第十六页 是讲《法华经》二十八品的科判 我在《安乐行品》跟《如来寿量品》都讲过 我就不用重复 请你自己看 你才知道说 科判是很重要 为什么要讲科判呢 因为有时候你读经啊 虽然很欢喜读 有时候你透过科判 可以帮他看清楚 更多更多修行的重点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发心 花了很多的时间 发愿看第十七页 把偶艺大师 明朝的偶艺大师的科判 发愿翻成英文 我每天都顶礼释迦牟尼佛 念了很多文书施利菩萨的圣号 所以我把它全部翻完 那简单的说 这个科判十七页第十二行 《鸡门正说》 《鸡门正说》叫 Approach of Manifestation 佛在讲《法华经》之前 都是它的善巧方便说 这叫鸡门 那分二请看幻灯片 因为这个科判很复杂 你看不懂你可以看幻灯片 请看第十七页第十五行 丁一略开三显一 顿号顿直升移分二 丁二略开广开三显一 断移升性分三 在二十二页的第二行 没关系你先看第十七页 那因为它是古汉文 我先用英文讲 你可能会不要懂 brief indicating 就是简单的指出 指出是什么呢 就是略开 简略的开显展开 三显一 三昨天讲是三乘佛法 身闻圆觉菩萨 三乘法是佛的方便说 事实上是只有一佛成 一是 the only one path of the Buddhahood Buddahood是我加进去的 因为在英文里面 你讲一二三 什么东西一二三 它是指佛性的开三乘法 跟一乘法 所以在英文里面 用中光弧的是我加进去的 因为它才会make sense 才会看得懂 它说假如 if you are arising any attachment 假如你心中动任何的执着 可见我们修行要断什么 断执着 attachment then and then producing any kind of doubt 就会产生各种的疑惑 很多的弟子在法华会上 为什么会五千人退席 就是对佛讲的这个法华经 产生疑惑 疑惑从哪里来 从你多生多劫的执着 比如举个例子 你喜欢玫瑰花的人 你就觉得呢 杜鹃花很丑 然后呢 你就一定要买玫瑰花来供佛 突然有一天 有一个居士 他就买了杜鹃花来 你就说 出死了出死了 这个怎么可以拿来供佛 只有玫瑰花漂亮 其实每一个花都漂亮 可是我看到有些老菩萨 若没有觉知 正念觉知的时候 就会认为你自己想的 都决定是对 告诉别人 你错 我对 我对 你错 其实那个念头 就是你轮回的根 回到家里 你就会觉得 我对老婆你错 我对小孩子你错 到了主管了呢 人家很有善跟你沟通 我对 老板你错 结果老板说 好吧 既然呢 你对我错 那我就把你fire吧 你就被割职了 所以你说 我很苦 苦在哪里 苦在你 人跟别人的对立 跟执着 这个就是执着的根 但是这个很不容易去断 为什么呢 我们从还没有投胎 在爸爸妈妈的肚子里面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还没有投胎之前 过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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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量节啊 在六道轮回里面啊 我们生生世世都执着 我们在天上都执着 自己很漂亮 在人间呢 都执着呢 哎呀人间很苦 到地狱恶鬼出生的时候 我们也执着 地狱恶鬼出生也很苦 所以我们生生世世执着 就像动物园的猴子一样 荡鞦韆 右边荡过来荡左边 对不对 都要抓一个东西 有一天你帮忙试试看 圣堂上有动物园吗 有哦 没有哦 对不起 圣堂上没有动物园 哦 sorry 我以为有好那没关系 那你就看动物奇观吧 如果有机会 你到其他国家 像我们在台湾 就很多动物园 而且动物园一号 就是说 呼呼呼的那个 你注意看 你拿香蕉给他 他很高兴 然后他从右边荡过来 他就会跳到左边 抓一下 左边再跳一下 然后你叫他 你的香蕉 通通给他 通通放掉 对不对 他就会很生气 我猜啊 假如他会讲人的话 他一定说 你头盖坏掉 我怎么可以这样 通通放下 放下来我就摔死了 用这个比喻是告诉你 我们深深世世执着 就是执着东边 东边放完了 执着西边 西边执着完了 放南边 我们都要去抓一个东西 所以你为什么会觉得 很孤单 很寂寞 还好我出家了 所以世间人讲 结婚叫看手 对不对 要找一个 不要看手 你抓得越紧 你的执着越深 知道吗 执着有很多很多的层 从人间的执着 到天道的执着 到禅定的执着 到菩萨道 执着功德 都是大执着 所以禅宗里面讲 什么东西都要舍 什么东西要看 禅宗不是有一句话吗 扶来扶斩 磨来磨斩 斩什么 不是斩外面 斩你心中的attachment 执着 你只要斩断了这个 你才能够出轮回 同样念佛的 我后面还会讲 你念佛真的要有功夫的时候 你要斩断你的执着 离命中的时候 你才能去极乐世界 假如你的子孙放不下 然后名利放不下 什么东西都放不下 那你还是很难去极乐净土的 这个叫做动直升仪 接下来再看幻灯片 丁二 广开三显一 断了仪以后 你才会生起真正的信心 so therefore you will be cutting any kind of doubt 很多很多的怀疑 and then generating strong devotion about the Buddha's advanced teaching 就是说意思说 你只有断了这些 仪跟执着以后 慢慢慢慢的 你心越清静的时候 你才会对佛法身 产生更强的信心 然后呢 对于佛更深的教法 你才会愿意呢 去接受 其中 妙法莲华经 就是一个例子 好 那从 从17页开始到29页的科判 就请你自己看 我在后面会说 为了节省时间 请翻开26页 科判里面呢 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修行方法 请看26页第九行 丑二 也可以看幻灯片 没关系 老菩萨如果觉得密密麻麻的 那你看幻灯片也可以 丑二 别显开显之相 这一段我要特别提 就是在法华经方便品里面 当佛讲的佛的智慧广大无边 甚深如虚空一般的时候 有很多人听不太懂 也觉得呢 说佛 这个太深太深了 那我有没有什么方法 对我这个法门 可以产生坚固的信心来修持呢 虽然佛说 与会大众有五千人 哗啦哗啦哗啦都退席 可是因为 法华经 是多宝佛塔发现弘扬 所以当佛讲法华经的时候 是十方无量无边的 佛国土众生都来听经的 有大菩萨 有圣者 有阿罗汉 有天人众 有大凡天王 第四天 也有人间的众生 所以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 佛 那我想对这个法门 要真正升起恭敬心 我很想学 怎么办呢 佛告诉他 有七个方法 可以让你对 大臣妙法莲华经 你好好发菩提心 行六度波罗蜜 可以让你的心 证悟到 the opening manifesta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clearly 就是你的心会非常的明亮 明亮 而且你的心量会打开 显示着你所有佛性的功德 会显现 所以第一个 六度波罗蜜可以 第二个 常常想佛 以恋慕心 想念佛陀 但注意听 你旁边刮一个符号 自己写 清净心 要以清净心 想佛 而不是以 染污心 我听说有些脸友 尤其是年轻人 他特别喜欢观世音菩萨 因为观世音菩萨 太美太美了 他希望呢 想来讨个老婆 像观世音菩萨 这么美 答案这个不太好 你可以求观世音菩萨 让你找到多生多元的 有缘的佛弟子 做同胆道友 同修很好 但是观世音菩萨 是清净庄严 累劫修的 他不是你染污心啊 可以修成这么庄严的 所以清净心 想佛是对的 那当然 普门品里面有说 就是因为众生 跟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缘很深 所以若有众生 多于盈欲 多于称慧 多于愚痴 也就是贪嗔痴很重 你应该常念 恭敬观世音菩萨 这是对的 但是你的动机啊 必须要以清净心想佛 清净心想佛 佛的功德才会升起 我后面会讲 心的力量很重要 我会举故事给大家听 请看 卯三 供养舍粒子 也可以让你开显自信 但是先决条件 这个舍粒要真的 假的话是不好的 也更不好拿假的舍粒子 是欺骗众生 第四个 舍粒子 尤其在法华会上 释迦摩尼佛特别说 他为了要度无量众生 所以他灭度以后呢 会有很多的佛陀的舍粒子 第四个 造佛的像 以同共发心 来造佛的雕像 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材质 也会得到 这个明心见性的功德 第五个 是画佛的佛像 在西藏里面 喇嘛都会画探卡 我们中国呢 有些儿童佛学班啊 或是有些佛学班会教画佛像 很好 但是我提醒你 画佛像之前 最好能栽戒沐浴 假如佛学班上课不行 起码先静下来 念三遍般若心经 把心静下来 再来学画佛像 这样才有功德 画佛像不是说 你爱怎么画就怎么画 像有些世间的艺术家 非常喜欢画观世音菩萨 我觉得有些不但没有功德 反而会有罪过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心不是亲近心跟恭敬心 第六个 请看二十七页 毛六 共佛塔或共佛像 也会有明心见性的功德 最后第七个 就是在座各位最喜欢听的 念佛名号 也会得到佛的功德 的确所有无量的大乘法门里面 持名念佛法门是真的是最方便最殊胜 但是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放得下 接下来看银二 银二二十七页第八行 曰文经显了音功德 这里的咬音功德是指 Past the cause 过去是 曾经听过《妙法莲华经》 这样的功德啊 也会让你在 贤结千佛 遇到未来的佛 那反过来说 假如你听《妙法莲华经》 很欢喜的话 我告诉你 事实上 你在释迦摩尼佛 坐下听过《妙法莲华经》的 过去佛 你也多生多结 学过《妙法莲华经》 所以因为过去的功德 让你今生听到的 这个《妙法莲华经》啊 你会非常的欢喜 有些人对《妙法莲华经》 非常的好 对 我可以举我真实的例子 我是一个很 博地的凡夫 但是我也有佛性 我记得我第一次 读《大方广博华莲华经》的时候 我在我师父书下 学《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我一打开佛经的时候 我非常欢喜 我一直读一直读 因为我学过二十年古汉文 我又是中文老师 我小学老师 《大方广博华莲华经》啊 我读得非常欢喜 我可以告诉你 那一刹那之间 我觉悟到 我过去是读过这个经 真的 可是像我们的师兄呢 一看《华莲经》 哎呀 太长了吧 还是一部《阿弥陀经》好了 那就合起来了 每个人语言不同 所以因为过去的功德 才能够引申现在的功德 所以这个听闻佛法 讲经 弘扬正法 它也是未来一个很重要成佛的功德 好 就先讲到这里 今天开始正式讲经文 请看第三十页 今天发的一本厚厚的 请各位联友注意一下 看看你的手机 是不是把它改为震动 好吗 或是把它关掉 我确定这个时候 阿弥陀佛是不会打电话来的 请看三十页 第二十一行 刚才讲 丁一略开三显一 动直升移 所以我们的下手功夫 是要断我们自己的执着 但是你执着没有办法 断的时候先要欢喜心 听闻佛法 接下来看物一略开显 分二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念这个科判 对不起 我没办法 一个一个字解释 不过在座联友 你不要失望 然后你可以看旁边有英文 英文我是从古汉文翻成 现代白话文在我的心里 然后再从白话文 直接翻成英文的 所以有些你看不懂 什么叫略开显 你看一下旁边的英文 breathing pointing out the meaning of the manifestation 这样你就会懂 好不好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节省时间 不然六天讲座是很难讲完的 接下来请看 几一长行文重颂 最重要第一个 法华经方便评 第二 第一个重点是赞叹 释迦摩尼佛跟过去未来 现在的诸佛智慧是无量无边的 这无量无边的智慧里面 把它分为两种的智慧 请看三十一页 接下来更一长行文 在幻灯片上呢 为了空间关系 我把英文都删掉了 所以讲义上有很详细的英文 好 更一长行文 在法华经里面 都是先讲长行文多 接下来讲寄宋 所以注意听 这次的讲座 我会专讲长行文跟重点 寄宋的部分 不好意思 我只能白话翻译 就得太过 所以寄宋的时候 你不要生烦恼 说师父今天火车 飞机怎么开得这么快 当然寄宋里面有些东西是长行文的重复 但是寄宋里面也有一些新的重点 新的重点 我就会报告 举一个例子 佛在讲经的时候 不像我们大家这样 时间都到 起立 问训 顶礼法师 佛讲经的时候是 佛从早到晚讲经 有缘的人经过他就听 听完以后他就累了回家煮饭 他就走了 待会前面讲过的 后面来没有听到 佛就会用寄宋再念一遍 再念一遍有好处 一 把前面的重点再整理一下 第二 也就不用重复 佛才可以继续讲新的经 所以寄宋有他的书圣 了解吗 长行文是详细的解释 好 请看新一 寄言探二字 就是赞叹释迦摩尼佛跟诸佛 有两种智慧 哪两种智慧呢 请看人一 三十一页 第六行 两种的智慧是叫做 全智跟实智 全是指全巧方便 英文讲relative wisdom 实是真实的实相 叫ultimate wisdom 过去佛有 现在佛也有 Michael你没有拿到讲义吗 没有拿到讲义的请举手 请举手一下好吗 今天第二份 请工作人员 四五位联友 可不可以来帮忙一下 请举手 举好 举起来 今天的讲义 没有帮忙拿的 请帮忙发 好吗 谢谢 请举好 对对 因为我今天会讲很快 没有讲义你是听不懂的 今天第二份 或是我建议 一区可不可以 一个联友出去 帮忙拿十几本 进来帮忙发 好不好 站起来没有关系 快点 动作快点 恭敬是在你的心 这一区 一区的联友 请站一个人 自动自告奋勇 过去帮忙拿讲义 好不好 谢谢各位 好 请联友帮忙发 好 请不要讲话 举手就好 不用举嘴 诸佛的智慧有两种 一个叫做全智 善巧方便的智慧 第二个叫做真实实相的智慧 英文可以翻成 relative wisdom 跟ultimate wisdom 好 对不起 原来是不够 不够的话 可不可以两个人看一下下 好不好 待会我还要在大家唱一首歌 所以你没有讲义的话 会比较麻烦 不好意思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好 没关系 好 谢谢 好 诸佛的智慧有两种 所以 请看三十一页 请看经文 诡一双探 二十 释迦摩尼佛 因为大家有经文了 我就直接白话翻译 就不用再念一遍古汉文 保佑时间 请看三十一页第八行 二十 当释迦摩尼佛在讲 妙法莲华经 前面没了菩萨 问文殊菩萨 为什么这时候佛今天放光 为什么有无量的诸佛菩萨 来到说佛世界 那我想今天呢 可能佛要讲大法 第二章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就从 圣身的大乘三昧安详而起 把三昧请化起来 可见 念佛也要用从三昧 而修 法华三昧也要大乘三昧 华颜三昧也是大乘三昧 佛从圣身的禅定里安详而起 听好 人一个人禅定功夫很深的人 他心一定很安详 很柔和 也不太爱讲话 除非要讲话的时候 都是讲佛法的话 假如这个人 咯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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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我告诉你 这个人表示心很散乱 禅定功夫也很差 这是真的 所以看经文 佛从三昧的安详而起 而告诉舍利佛说 诸佛的智慧啊 非常的甚深 深到像大海一般 无量无边 他所展开的智慧法门 是非常的难以了解 也难以进入的 一般的二成人 身文跟辟知佛呢 是真的不知道佛的智慧的 接下来看鬼二 所以者和 因为每一尊佛 不单单释迦牟尼佛说他自己 过去的诸佛都亲近过 百千万亿无数诸佛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消息 学佛不是只有一事 多生多节的 所以你要发愿 发菩提心 四弘士愿 发菩萨愿 甚至我公开鼓励过新加坡很多次 应该鼓励去受菩萨界 这样子你才会在无量诸佛之前 都听到佛法 当然起码遇到三归一 你会遇到下一尊佛 弥勒菩萨 因为释迦牟尼佛曾经把所有 以度的成度的 未度的 已经中了得度的因缘 凡是没有度的众生 将来会交给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龙华三会 一个法会就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如果是你三归五界的话 起码你会遇到下一尊佛 弥勒菩萨 但是你不见得遇到第六尊 或第七尊 或第八尊 那你要看你的善根 第六尊就是现在大家公开知道的 今天就是十七世 噶妈爸的生日 他就是第六尊 狮子吼佛 那弦结有千佛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佛 唯有你发菩提心 受菩萨界 你才会遇到无量诸佛 所以菩萨界的功德很大 尤其各位老菩萨 你要赶快受 你不要临终的说 哎呀师父 大慈大悲悯忠生 你赶快帮我受菩萨界 答案是不行的 菩萨界要三个法师 我只有一个人 哪时来再去抓两个 很难的 所以各位不要讨价还价 要官无常 要发愿 当然你可以在这里受 也可以在香港受 我知道有些连友也 飞到台湾去受菩萨界 菩萨界的功德很大很大的 不要去太在乎说 我万一破戒怎么办 你呀 受戒啊 总比你没有受戒好 这是功德很大 所以这里讲 百千万亿无量诸佛 进行诸佛无量道法 无量的道法归纳起来 在南传 听考是 四圣地 十二英元 大乘的无量调法 是指 三十七道品 六度波罗蜜 跟华严经十地 法是无量无边的 但是你把它归纳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 对于听闻无量的诸佛的教法 都是非常的游梦精进的 所以他的功德能够名称普文 所以像一个南无阿弥陀佛 他的名号叫万德庄严 在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里面 都可以听得到他的名号 但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听到 南无大智文初施利菩萨 也不一定 有人知道 南无欢喜藏模拟宝基佛 对不对 除非你拜过八十八佛 对不对 不相信话你试试看 明天走到新加坡路上 你知不知道 南无欢喜藏模拟宝基佛 他一定会告诉你 你头下坏去 他就走了 为什么 他没有善根 他没有福报 他是听不到这尊佛的名号的 佛在世的时候 阿罗汉只知道这个世界 他不知道东方有要事佛 西方有阿弥陀佛 南方宝生佛 北方不空成就佛 这些都是谁说的呢 都是释迦牟尼佛经口而说的 佛在说的时候 他还用神通力显现给 所有的与会大众看 所以他们还不一定相信啊 所以各位 你听到大众的佛法 是很有善根的 接下来再看 鬼山双结 过去现在 未来诸佛 都是非常的勇猛精进 身精进 口精进 意精进 成就圣身 未曾有的佛法 所以他有圣身的智慧 随便的呢 随移的 随心自在的 可以为众生解说佛法 就算呢 他讲的东西 都有善巧方便 唯独这部《妙法莲华经》 意趣难解 《法华经》是很深很深的 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 这是赞叹过去诸佛的这个 全巧方便智慧 跟真实的实相智慧 也就是relative wisdom 跟ultimate wisdom 接下来再看 31页第25行 接下来赞叹 释迦摩尼佛他自己 听好 佛很少讲自己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佛在本身经里面 佛都不会觉得很丑陋 我过去也堕落过地狱过 与会所有的大众呢 都听佛讲故事 可是他们无我 他们不会瞧不起 哎呀释迦摩尼佛 你也堕落过 你也当过九色鹿 你也当过森林里的鹦鹉 菩萨是了解空性的 他反而赞叹释迦摩尼佛 在无量无边的受苦当中 他还有一颗菩提心 所以他今天成佛了 了解吗 所以佛很少赞叹自己 但在法华会上 佛特别说 他过去生 行很多菩萨道 也学很多法门 但是他因为读了妙法莲华经 修妙法莲华经 学法华经 弘扬法华经 所以他的功德啊 一念顿超 越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节 所以他先成佛 所以在法华经后面里面有讲 若有大乘佛弟子行菩萨道 听不到妙法莲华经呢 表示啊 你是初发心的菩萨 不是九修的菩萨 听到这个话 是真的 不要不高兴 有的人看到 哼 我就是初发心的菩萨嘛 就不高兴 那你就称心生起了 你反而要像释迦摩尼佛一样 多生多节呢 他都是行无量的菩萨道的 所以今天结束的时候 会带大家唱 《乐章吉祥经》发愿文 就是我们要学 释迦摩尼佛的大悲愿心 所以请看 鬼一 摄利佛 我 鬼一 科判叫双探 摄利佛 我从成佛以来啊 种种的因缘 种种的辟语 用各种方法 为众生广说各种言教 我事实上啊 不是这一生才成佛 我无量皆已经成佛了 在如来受量品 佛就讲了 我身身世世千把亦化身 用不同的身形啊 不同的无量种 善巧方便 引导众生 让一切众生离开各种什么 诸着 着把它化起来 又是执着 英文讲attachment 所以我们最难断的是什么 细微的执着 好 今天现在回家有一个功课 不管听完经 回家睡觉之前 请各位坐在你的床上 或佛桌前静坐 五分钟 问 假如我现在断气的话 我最放不下的执着是什么 写下来 假如我现在断气的话 我最放不下的执着是什么 你要用去做哦 听我的经要做功课的 你才会进步 因为我后面会教 我再讲一遍 静坐之前 睡觉之前 静坐五分钟 然后呢 你要念佛 念完以后静坐也可以 随便你 不用拿念珠 你就看着自己的念头 问自己 假如我现在断气 就要去极乐世界的话 你最放不下的执着是什么 有人说 哎呀师父 怎么可以想这种问题 我明天还要上班呢 我还有孙子还没有贷大呢 对不对 我还有房屋贷款 二十年没缴完呢 统统都放下吧 西藏人听好 西藏的拉玛 要睡觉的时候 会把茶杯倒过来 鞋子放着 告诉你 我是最后一天 若现在躺着断气了 那就往生极乐世界啊 恭喜你了 那说是明天醒来以后 很高兴 我的福德姻缘 还有继续行菩萨道啊 所以 所有所有无量无边的教法 最重要是什么 断你的执着 贪嗔痴烦恼 还是比较粗的 知道吗 像刚刚我跟他 我用湖泊举例啊 贪嗔痴都是什么 那个花已经跑到这个水面上 我才知道我贪心这么重 我的称心这么重 真正的执着是什么 水底下的那个泡泡 念头 你问你自己 执着什么 最放不下什么 放不下你漂亮的身材 还是很多的珠宝 还是你的贷款 还是你的房子 问自己 在家出家都得问 假如可以的话 前面放一张纸 写五个 一二三四五 写的超过五个的话 那就很难呢 除六道轮回了 有三个就已经不少了 那五个的话 按照顺庆 你觉得最放不下 有些人知道 最放不下 我的太太 第二个 我最放不下什么 我的孩子 的确 人之禅情 那接下来 过几天念佛 我就会教你 你最放不下什么的时候 就要去看那个念头 所以你看 佛深深适用了 这么多的经论 就是要你引导众生 令你离开各种执着 接下来看 鬼二双世 所以者和 因为如来有善巧方便 如来有正知正见 如来有六度波罗蜜 十度波罗蜜 他深深适世 心已经很清静 都圆满具足了 翻过来 鬼三 双结 摄利佛 如来的知见 广大无边 像虚空一样 像大海一样深远 无量无边 甚至没有障碍 而且如来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呢 下面他讲 有利 利顿号 实利 你自己写实利 实 一二三四的实 因为这是经文 后面寄送更简单 无所谓 似无所谓 如来有圣身的禅定 心从烦恼当中得到解脱 有解脱三昧 他深入无量无边的时间跟空间 所以广度众生 成就一切 从来没有成就的佛法 这就是赞叹佛 他为什么这么殊胜 这就是赞叹佛 我先来看 我先来看